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自9月20日起不再担任腾讯旗下 腾讯征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 相关职务该由腾讯副总裁林海峰担任 腾讯方面表示 这次变更属于公司内部置地范畴 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无关 观察人士则将其与马云现任阿里巴巴董事长一事关联起来 认为是中共为解决经济下行窘境 重拾公司合营老伎俩的割韭菜之举 时评人士路德在直播节目中说 腾讯征信之于腾讯 类似支付宝之于阿里巴巴 2018年8月马云被踢出支付宝的法人代表 我当时在节目里说 马云即将离开阿里巴巴 马化腾与马云一样 征信是腾讯支付体系中最值钱的一块 是把腾讯的大数据与金融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公司 就相当于对一个公司来说 财务与钱袋子是最重要的 要让这个人离开 就先把财务总监换成自己的人 然后这个人慢慢就走了 马化腾这是又一个白手套倒下了 这被认为是中共在贸易战压力下 为解决经济困境使出的招数 中共于1949年夺取政权后 为解决家底已被清空的困境 曾对工商业者作出各种承诺 甚至制定纲领 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刘少奇还亲自出面 与天津的工商业人士座谈 称资本家们是自己人 大家一起发财等等 但仅仅在三四年后 中共感觉政权已稳 立刻过河拆桥 先在乡镇农村洗劫所谓的地主富农的家产 没其名曰土地革命合作化 再将围猎目标转入城市 又无反恐吓迫害资本家 制造的恐怖气氛 并四个月间有近900个资本家自杀 继而中共于1954年开始强行公私合营 最后在1966年进一步将公私合营企业 转变为所谓的全民所有制 业绩全部由中共掌控 太阳底下无心事 马云马化腾的遭遇 极可能意味着又一轮财富掠夺 将在中国上演 不过中共治下 略夺财富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镇压 据美富商郭文贵今天在直播节目中透露 自消息人事处获悉 习近平在北戴河期间 曾向中共元老们提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 郭文贵说 国内的老百姓这回要苦了 北京要加速大型企业 战略性企业 战略领域的国有化 据我了解 这个动作是巨大的 中国的经济将有巨大的改革 郭文贵并未透露这轮改革的具体内容 不过 从中共不计百姓生计坚持与美国进行贸易战来看 北京改革的目的应该是在内外交困下维持经济供血 维持统治 而不会是为百姓解决就业民生难题 相反中国人可能要面临一场经济政治领域的大动荡 以上新闻由欧洲希望直升记者郑平报道